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次呢 如果你严格控制了这种饮食 尿酸还是很高的话 需要吃一些那个降尿酸的药 比如秋水鲜碱 别漂龙醇这种 可以适当的采取一些药物 进一步降低你比较高的这种血尿酸 其次呢 适当的增加运动量 可能能促进身体的这种健康平衡 再有 如果痛风性关节炎发作比较严重的时候 比如已经红肿热痛了 这时候可以采取一些 除了我上述说的一些方法 可以再采取一些那个局部的注射治疗 比如臭氧的治疗 它可以有效的缓解这种痛风性关节炎 这种红肿热痛的症状 同时呢 那个臭氧也叫三氧 这种三氧的这种治疗呢 它还可以有效的降低你血尿酸的浓度 调节你的免疫力 如果中晚期有些痛风到晚期的时候 它会骨骼齐形 然后痛风阶阶非常多 这种病人的话 其实治疗起来就相对比较棘手 我觉得这个弓突然更有效的 这种症状 就被你通过练了 如果太阳了如此的话 Jo本签把 删意了